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爷 那今天要分享的妆容呢 就是这款主色调以黄色为主的一个小雀搬妆 也可以叫它榴莲妆或者是芒果妆之类的 今天要画一个比较浅一点颜色的眉毛 所以用的是这个浅棕色的眉笔 画一个自己舒服的眉形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个Kiss Me的染眉膏 把眉毛的颜色也染得浅一点 先逆着梳这样会颜色均匀一点 修容的部分今天还是用的这块利兰的单色眼影 这块单色眼影真的很适合修鼻子 颜色比较偏灰修出来的颜色也是很自然的 接下来是眼影 用的是这块爱地小屋的单色眼影 这个单色眼影好像是果冻系列的 一个浆黄色里面有一点点微闪 把它大面积的平涂在眼皮上 然后用三西翼的这块三色眼影里面的 这个土黄色吧 叠加在双眼皮向上一点的位置 和下眼俭的地方也要带到这个颜色 然后再用刚刚那个黄色晕染一下 接下来就是用这块NERS的单色眼影 这个单色眼影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的颜色是偏棕色 然后里面有金色的微闪 加深睫毛根部和后面的山脚区的部分 眼线也是要画一个比较自然的中色内眼线 这里我是不小心触到了眼睛 眼尾稍微拉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的刷睫毛的部分 只要很耐心的刷就好了 脸部的修容还是用的刚刚那个 爱丽小屋的单色眼影 把它大面积的扫在颧骨上面一点点的位置 然后鼻子上就要换一把比较小的晕染刷 画的稍微细致一点 要有一种赛商妆的感觉 然后就是点小雀斑的一个小技巧 我是用到一个自用尖头的小棉棒 然后占眼线高是棕色的 这样点出来会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用棕色的眼线比再点一点 最后用腮红刷再少一下 口红的部分先用这个Colourpop的口红笔 先在唇部的内侧先涂 就是不要涂到唇部的很边缘的地方 然后用手指点涂边缘的位置 就是让唇部变得模糊一些 再用一把晕染刷 还是占取刚刚那个黄色的眼影 把唇部的边缘稍微晕染一下 让整个妆容有一个很统一的色调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黄黄的小雀斑妆 下个